我觉得演员要有一个自制力 其实就是演你心舞当中 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就可以了 绝不等着他们过去 把他们堵在这 观众现在很聪明 他们所想象的东西 可能比这个人物 这个表现出来的东西 可能还会更丰富 但是咱们的 你还没有见过 所以说我觉得 不管是舞台也好 电影表演也好 戏剧表演也好 这是最有魅力的 因为它的反馈 不是唯一的答案 以最大的速度发生 有时候生活也很无奈 曾经经历的美好 其实大家很容易被遗忘 但是电影呢 它就会传递一些 让大家能够唤起 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向往 你这如何 其实我总觉得 艺术最大的一个职能 就是提醒人们 生活还可以这样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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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